而在过去对阵日本的比赛中 中国队从未输超过两球 上一场双方交手结果甚至是0比0平局 这次的7比0比分刷新了中日对决的失利记录 事后还要为中国球迷建议 中国国家足球队踢不过人家可以踢人 在世界杯亚洲区足球资格赛C组的比赛中 日本队7比0狂胜中国队 让不少中国球迷愤怒不已 中国媒体指出 这场比赛不仅是中国男主历史上对日本最大比分的失利 也创下了世界杯资格赛中单场最多失球的记录 并且这也是中国队在该赛事中的最惨败局 刷新的三项尴尬的记录 赛前央视英巨额总播费问题宣布不会总播这场比赛 最终由爱奇艺独家播出 球迷需要支付费用才能收看 中国队正中有两名规划至巴西的球员阿兰和费南多出场 但日本队则以全欧洲效力球员组成的强大阵容迎战 比赛开始后不久 日本队的远腾行就在第12分钟打入首科进球 接着英超布莱顿的三三圈在上半场捕食阶段再进一球 日本队以2比0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中国队防线彻底崩溃 篮野拓时连入两球 伊东纯也和钱田大篮也分别建功 最后在捕食阶段 九宝建英打入锁定比分的第7颗进球 最终日本队以7比0完胜中国 这场比赛不仅打破了中国男足多项记录 还让球迷对球队的表现更加失望 之前 中国男足在世界杯资格赛中的最惨失利是1997年 以1比4输给伊朗 而在过去对阵日本的比赛中 中国队从未输超过两球 上一场双方交手结果甚至是0比0平均 这次的7比0比分刷新了中日对决的失利记录 一些外国球迷看后调侃到 央视选择不过这场比赛真是名字之举 这样的评价 让本以7分的中国球迷更加难以接受 情绪更加低落 事后还有为中国球迷建议 中国国家足球队踢不过人家可以踢人 因为许多日本队球员效力于欧洲联赛 担心受伤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大家对中国足球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次日下午 央视先宣布布波羽球男双决赛 傍晚又突然改变决定宣布转播 第一局中国组合一路落后 央视迟迟不开始转播 直到第二局开打几分钟后才开始 确定中国队输球后又突然切断讯号 在2024年巴尼奥运羽球男双决赛中 台湾选手王麒麟与李洋组成的林洋佩 成功击败中国选手两位康宇王赏赢得金牌 然而 中国央视的总播策略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 李洋和王麒麟从被戳到死亡之主开始 赛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击败中国队 成功实现二连霸 他们的努力让奥运颁奖台上 台上响起了中华民国国习歌 这一幕令观众们深感骄傲 市民球评石民警指出 中国央视在转播这场比赛时 采取了犹豫不决的策略 四日下午 央视先宣布布波语球男双决赛 傍晚又突然改变决定宣布转播 第一局中国组合一路落后 央视迟迟不开始转播 直到第二局开打几分钟后才开始 确定中国队输球后又突然切断讯号 石民警直言 一场持续一小时33分钟的比赛 央视前后直播了40分钟 这种做法让人摸不住头绪 前桃源是以王浩宇直言 蓝双颁奖典礼上 中华民国国旗歌声洪亮 中国各种转播瞬间断线 让人感到十分畅快 王浩宇指出 估计媒体对台湾队 在此时奥运的预测并不乐观 奖牌数和排名都被预测在后段 任何一枚奖牌对台湾来说都是惊喜 感谢每一位运动员 在比赛中都没有放弃 这一转播策略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嘲讽 有人表示 这么好笑的泱泱大国 继续播会被颁奖典礼的国旗歌洗脸 看自己赢的那段就好 输不起 世界排名第一都不播 是多自卑 这叫大国自信你不懂 辛苦中国的广电总局 及一线操作讯号的人员们 中国官方未免也太输不起 我又播啦 我又不播啦 中京奥运也是比赛结束马上切讯号 然后新闻报道的斯布迪对手 大家对林洋佩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国队落后三分 但最后一次进攻竞选则上篮得分 让观众和外国球评都大感错愕 至于为什么要投两分 网友纷纷洗版回应 后卫可能记错分数了 看起来香港下班 中国女男在巴黎奥运手战面对西班牙队 原本一路领先的她们在下半场陷入胶着 更在比赛最后27秒被西班牙队搬平 最令人惊讶的是 延长赛即将结束时 中国队落后三分 但最后一次进攻竞选则上篮得分 让观众和外国球评都大感错愕 至于为什么要投两分 网友纷纷洗版回应 后卫可能记错分数了 看起来像敢下班 领先全场却被拖进延长赛 最后这操作真是让人笑翻 我也很错愕 笑死 直接上篮 对方发球也不上去犯规 真是搞笑 全场屏息一带 结果这样搞笑真是让人吐血 不敢投三分 为什么不把球交给王牌李梦主理 没人敢挺身而出 心脏不够大磕 主播傻眼 真心傻眼 国外主播最后崩溃 为什么要投两分 怎样都应该砸三分吧 到底XD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主持人多次坚持教梅西说中文 甚至在梅西表明自己不太会说中文 并显得有些尴尬之后 主持人仍然坚持阿根廷足球传奇人物 梅西引爆了中国大陆的超级球星热潮 今天他将在北京进行一场与本地球队的友谊赛 但在这之前他在淘宝直播中现身 吸引了超过300万的球迷线上观看 这次的直播环节安排 有点出人意料 主持人竟然尝试教梅西说中文 这让这位足球之王显得有些尴尬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梅西努力在淘宝直播上用中文向粉丝问好 他尝试说出端午安康这四个字 但当主持人问他是否知道如何用中文说他的名字时 梅西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也引起了部分球迷的不满 整场直播持续了约15分钟 主持人多次坚持教梅西说中文 甚至在梅西表明自己不太会说中文 并显得有些尴尬之后 主持人仍然坚持让他跟住念出自己的中文名字 这一情况引起了一部分球迷的反感 他们认为主持人硬要梅西说中文 让这位超级球星显得尴尬 实在有些失礼 除了直播中的这些争议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虽然梅西在直播中没有直接推销产品 但直播间中还是出现了多家品牌的logo 梅西来到北京踢球 他的每一举动都被球迷紧密地监视 比赛场地周边的饭店已经被早早地预定一空 一名北京饭店的业者表示 我们的75间房在比赛当天就已经全部订满了 这些订单都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就下的 而我们的房价从平时的300到500人民币 在比赛当天翻了一倍 这个情况也从大陆电子商务美团点评的数据中得到验证 根据美团点评的数据 因为梅西的到来 北京当地15日的饭店预定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暴增了惊人的600% 梅西的粉丝来自全国各地 有些人甚至从遥远的山西赶来北京 只希望能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的偶像 一位来自山西的球迷表示 他跋山涉水来到北京 只是为了有机会见到梅西 在比赛前夕 梅西和他的阿根廷队友们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了最后的练习 据媒体报道 梅西看起来非常放松 他和队友们都享受在北京的每一刻 阿根廷队的主教练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 他希望球队能够享受这场比赛 他原则上会让梅西在场上踢足90分钟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请打开启小银楼 我请打开启小铃银行